我感觉有点小 好,等一下呢,最后滚起来水,各位就会发现变成淡红色的水了 不是白色的,因为豆浆其实就是水跟蛋白 那蛋白淫解就是要水 这时候滚起来,我会点小一点 好,你们发现中间滚起来 豆浆 première蛋白细细细细细细一直磷結 好,最后出现了就是水 我往旁边稍微如果需要轻微 我的车ce 这时候呢,各位可以看到一整锅豆腐浆,蛋白豆腐已经凝结了 告诉各位,只有上面大概五公分,五公分一下,我们全是水,来,给你看一下 所以为什么盐乳座没有什么豆腐,因为水分离掉了 看一下喔,那等一下可以,各位可以看得更清楚,等我拉完之后,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厚度 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们,豆浆里面水很多,知道没 那刚刚讲的,豆浆